这个厕所呢 这里有一个马桶 这个马桶只能尿尿 不能拉屎 我知道你们不信 我现在给你们拉一个 你们就知道了 哈喽各位好 我是KateSan 那么今天这一期 给各位看一下 我刚装修的130平的婚房 啊没错我结婚了 虽然有点突然啊 但是我就立刻上楼 来看一下我的这个 新家到底长什么样吧 到我家门口了 非常浓重的婚房氛围啊 有个喜字 然后我们进来吧 进门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一个沉重墙 按理说我去参考了 很多这个户型的人装修啊 他们会直接把这个沉重墙 这样子就过去 一个平面 这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你入户了之后 你就对着一个大平墙 你会觉得家里很窄 所以说我就让设计师 这个样子斜过来 那这样子看的话 就会让整个房间 看起来就更加大一点 然后整个柜子 选的是这种墨绿色啊 一直延伸到客厅啊 也全部都是这种墨绿色啊 非常浓重的 婚绿氛围的 一个喜字 就是整个客厅这一种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风格 你觉得什么风格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全是这种墨绿色 加白色的顶 和地面的这种瓷砖 组成的一个这么一个客厅 然后包括我这里搞了一个灯啊 它什么事情都不能干 就纯好看 然后就选择装了它 然后沙发呢 我选的是这种劳伦斯沙发 它是没有像普通沙发一样 特别大的轮廓的 它就是一个长方形 然后这个沙发呢可以怎么样 哎 这样子放平 然后再把这个给推过去 哎 它就是一张床了 非常长的一个沙发啊 平时看电视累了 就可以直接躺在这里睡觉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电视柜做了这种 大家都会做的这种标准的 电视机内嵌到电视柜的这种形式啊 但是做完之后 我才想起来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有一台PS 我再放在这里 然后我想接到电视 那我就接不了了 因为电视机的HDMI接口在里面 然后我就先看不知道怎么办了 然后连着客厅这个地方 应该本来是一个阳台的 然后现在不是流行的装修 就是把客厅和阳台 都做成一整个整体吗 可以让客厅显得更大 所以说我也就这么做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电动窗帘 这个窗帘 我就没有用那种遮光性 特别强的窗帘啊 就是薄薄的一层纱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这是干什么的 哎 哇 还有这个功能啊 它是有百叶窗功能的窗帘 我还第一次知道 我自己选的我都不知道 这样子的话 遮光性也就挺好的了 然后再在上面呢 我做了一个这个样子 升降的晾衣架 就是你要晾衣服的话 就可以降下来 但现在一般来说 大家都不用晾衣架晾衣服了 一般都有烘干机 什么 哇 它能 它能降那么多吗 降那么多给谁用啊 啊 啊 怎么又上去了 我没愿啊 他听到你说谁用啊 然后在电视的左手边呢 这个地方啊 做了一个隐藏门 里面呢就是我的工作间啊 只要这个样子推进去 哎 这个就是我的房间啦 金门的左手边呢就是一排柜子 这个柜子实际上我在选的时候 标签上明确标明是酒柜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柜子还是挺好看的 我就拿过来当做手办和一些平时的东西的展示柜了 还是不错的 每个柜子的底下都有一个这个样子的灯条 然后可以把每个手办都给打亮 这边是大的 然后这边是小的 小的这个地方 它的宽度 正好一个假面骑士腰带的宽度 所以说每个我都摆了一个假面骑士腰带 我就觉得特别的气派 然后在这边 我让设计师做了一整面墙的洞洞板啊 搭配了这种你可以随便插这种支架 然后就可以很方便的让你DIY各种可以摆放物品的架子 然后桌呢是升降桌 那你就按着这个按钮 它就会抬高 最高应该是 我记得是1.5 还有一点4 哇还挺高的 还能高吗 这么高吗 啊算了 就这么高吧 反正最高呢能抬到1.5吧 现在应该有1.5了 然后在电脑桌子后面呢 我搞了这么一排插度 它是可以自由移动的 它比如说你把这个关掉 然后直接拔出来 然后装在你想装的位置 再啪进去 就可以使用了 非常的方便 可以把所有电源的线都集中在电脑后面 统一的做一个理线处理 然后桌子的长度 我选的是1.9了 但实际上它可以选2.2 这里还有一大堆 我真的是没想到我房间有这么长 OK 然后当你把这个非常遮光的窗帘给拉了以后 然后指开后面背景的这个墙上内嵌的氛围灯 整个房间就会变得特别酷炫 特别电静 并且整个房间我都让设计师做了这种吸音棉的隔音材料 这里面一大面 然后这里 这里 包括这个动作板后面也是做了这种隔音的材料的 所以理论上来说 我在这个房间录视频录歌 讲各种大声的话 外面都是听不见的 也不会存在任何扰民的情况 就非常的屌 OK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柜子的位置 这边的话就是餐厅加厨房了 没什么好说的 非常普普通通的一个餐厅 非常普普通通的一个厨房 厨房非常简单 内嵌式的冰箱 双开轮的打开 里面存了大堆我没吃完的外卖 然后旁边也买了这个好香饮水机 电饭包 这个灶台当你打着火的那一瞬间 这个油烟机会自己自动打开 它是联动的 所以说就非常方便 关火的时候它是不会关的 你得自己手动关 这边就不用拍了 没有洗的碗筷也不拍了 出去了出去了 然后在餐厅的这边还有一个门 一般来说是次卧 一个主卧一个次卧 但是我们这边没有次卧 这个房间被我们改造成了什么呢 它被改造成了有一整面镜子的舞房 因为我老婆是舞蹈区 所以说这个房间就专门腾出来装了一整面镜子 给她平时练舞和录制一些比较简单的舞蹈使用了 25屏正正好好啊 是一个正方形 但比较遗憾的一点就是装修的师傅 不知道这个使用来跳舞 所以说正正好好中间有一道 铁粉 跳舞的时候你就会挺奇怪的 旁边的这辆窗 是我们家最大视野最开阔的一扇窗 但是现在是晚上 所以说你看不见 但是白天的话 你可以看到一个视野非常开阔的江景 还有一个潜水艇 没错潜水艇 你还甚至可以下去参观 那个潜水艇是开放的 厕所 厕所就不用看了 这个厕所非常小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洗手台 这个洗手台你可以发现非常奇怪 因为它没有镜子 这是一个风水上的问题 因为这边啊 这边就是主卧了 从风水上来说 主卧对过来的地方 是不能存在镜子的 我摆了一张我挑的画 一个纯白的用颜料构成的海蜡 感觉整体来看的话也是挺好看 那这边的洗手台呢 我挑了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像这种立在桌面上的 立式洗手台 然后头上这个灯带 我家设计是做了一个 直接从这边拉到底的一个灯带 跟这个书房是一样的 它的区别就是书房的那个是RGB 但是这里的话 只能显示冷光或者冷光 那这个灯带有什么用呢 没有任何用 它纯纯就是为了好看 硬要说有作用的话 就是用来分割餐厅和客厅之间的 这个空间感 因为你可以看到整个客厅到餐厅 基本上都是无主灯色 所以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这种灯带 灯带 还有这种点光一样的灯 去把整个家给打亮 而不是一个大的主灯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话 正对着这个主卧了 我们来看看主卧里面长什么样 那一进来 你就可以发现整个房间的风格 一下就不一样了 外面是这种墨绿色 然后一开门 这个门的背面就直接就全部刷成 粉色白色粉色粉色 门是粉的 开关是粉 柜子是粉的 踏座也是粉 全部都是粉 整个房间就是白色加粉色的这么一个组合 然后我们拍它 采访你在干嘛 我在拆头发 谁过来了 哎呀 他刚拍完一个舞 然后在这里整理它的妆容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卧了 一张大床 一个非常大的柜子 全部都是粉色的 然后就是这个床头柜了 我们只有一个床头柜 这个地方掏空了一个衣柜的位置 然后延展出来一块板子 用来做床头柜 这样子的话 你平时如果看书 或者在床上干了什么 就直接可以把东西往旁边一丢 就可以睡觉 这个地方可能会很乱 但是它一定能容纳很多东西 超乎你想象的东西 然后床的这边呢 就是化妆桌了 我老婆在化妆 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哈喽 乱七八糟 不要拍我 哈哈哈 拍我拆假发片 三二一 大脑门 那这个主卧我们也就看完了 基本上也是很简单 只有一张床了 是吧 OK 然后基本上我们现在这个房间 就已经看完了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个房子 我目前发现的几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 就是现在整个房子用的空调 都是中央空调啊 省空间嘛 但是唯独是卧室的这个中央空调的遥控系统 它在床头柜的最里面 并且这个空调的遥控系统 你可以看到它是触屏的 也就是说我每次开门 如果想要开卧室的空调 我要走到这里 我去伸手按 我肯定按不到 因为它是触屏的 我必须看着屏幕按是吧 我要蹲下来 啊 这样子按才能把空调给开起来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还是卧室啊 这个床买的太大了 所以说它挡着插座了 而且不止挡了一排 实际上里面还有 它是三个插座 但是我们能用的只有一个 开关被挡了一半 再挡一个插座 所以说如果你们要装修房子的话 床一定要量好了再去买 不然的话就会挡插座 很难受 OK 那么第三个问题 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这个没给你们看的厕所 来进来 这个厕所呢 这里有一个马桶 这个马桶只能尿尿 不能拉屎 我知道你们不信 我现在给你们拉一个 你们就知道了 这个房子装修之后啊 陆陆续续有七到八个人 来我家住过 集中反映出来的统一的问题 就是他们在这个厕所里面 都拉堵就马桶 那我觉得这可能 要么是马桶的问题 要么就是这个下水管 没装好的问题 拉一次堵一次 导致现在这个马桶 它只能用来尿尿 而且是电动马桶 它不是有水箱的那种 意味着你不能用 通马桶的那种工具去通它 你只能等它自己下去 非常折磨 OK 然后是第四个缺点啊 回到这个灯条这个地方 这个灯条好不好看 还可以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客厅到地板 它都是铺了瓷砖的 瓷砖反光嘛 所以说瓷砖如果遇到这种 非常强非常多的光源的话 天花板就反射出这种 非常多的波浪的纹路 不光是餐厅啊 就刚进门的地方 这里也有 客厅超级严重啊 全部反射出了这种纹路 这个真的是 只有装了之后才知道 然后你也一点麻烦都没有 除非你把整个地板换了 或者把光源给换了 但是这显然都是不现实的 所以说只能这么办 就跟海洋世界一样 所以说各位 如果在考虑装修的话 一定要跟设计师确认好 地板和天花板光源之间的关系 OK 那么以上就是我这个130屏啊 最近装修的 昏房的全部内容了 那我也算是有装修经验的人了 一路下来 有满意的地方 也有遗憾的地方 遗憾的地方 如果你装修完成了 改不了了 也没有办法 总之下来的话 这个房子对我来说还是挺满意的 总之如果你要装修的话 希望我这期视频 参观的东西 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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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